陸墨勞發署公務員之死引爆各界怒火 立委們穿上黑衣和黃絲帶默哀 痛批現行公務員職場霸凌調查機制出了很大問題 今年職場霸凌議題受關注 但往往認定上有難度 甚至審核長官可能就是夾害者 立委要求應有第三方介入 未來在籌組調查小組的時候 務必要有一個規範 並且要在公正公開的狀況之下 有第三方的介入 所以我們希望在針對霸凌這個定義 能夠在法條上可以更充分的去規範 並且定出一些法則 不知法條要修正 如何鑑定霸凌也該離心 全總率全國之先新增檢舉專線 幫助被害者 除此之外 現代人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 全總也呼籲應新增勞工下班後的 底線權 現在我們工作跟生活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雇主透過通訊軟體 將工作延伸到勞工下班之後的生活 對勞工 健康 隱私 還有生活會造成風險 真的要認真思考 是不是應該要給予 我們的公務人員勞動三權 基本上先給予他們團結權 讓他們能夠籌組工會 讓他們能夠針對職場上遇到的問題 他們可以來去主張 除了修正公會法應全面檢討 全總也呼籲全國勞工都該享有勞動三法 讓友善職場環境不是只淪為口號